各位好,我是米奇博克斯 在前段时间呢,出了一期视频叫做 10个不买iPhone XS Max的理由 后来想了想,其实购买的理由也很多 接下来呢,给大家总结几个 一定要购买10S Max 而不是其他任何款 iPhone XS Max 如果要买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由呢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我自己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呢,也是很多人期待的 就是屏幕超大 它不仅仅呢,就是观看的面积也大 同时呈现的信息呢,也非常的多 而这一次呢,iPhone XS Max 它相对于这个iPhone XS来讲 它不仅仅是屏幕这样好像是等比例的一个放大 而是有了更多的像素点 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讲呢 就是在一个画面下呢 它可以呈现更多的内容 所以说呢,iPhone XS Max呢 是可以支持横屏的 我们回想一下之前 是iPhone 8 Plus,iPhone 7 Plus的时候呢 5.5寸的屏幕呢 它可以支持一个横向的操作 而这次在6.5英寸的屏幕上来讲 这种操作呢 可能在这个多任务处理器 或者说在其他一些方面呢 会提供更多的有效的一个操作 所以iPhone XS Max它屏幕大呢 不单纯是屏幕大 而且提供了更便利的功能 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让我们理性的回归到这个价格上 在新发布的手机当中 iPhone XS和iPhone XS Max 起始价呢 iPhone XS Max呢 只比iPhone XS 贵了100美金 而这100美金呢 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六七百 六七百左右呢 但是提供了更多的操作 更多的可能性 很多人呢 往往会被这个价格锁 好像是 哎呀 苹果终于推出了最贵的手机 但是不妨说啊 去年在用iPhone X的时候呢 已经它已经被称为最贵的手机了 而这次呢 好像是最贵 但贵呢 好像又没有贵到太离谱 当然我说跟iPhone XS比 所以在这两款 如果相比的话 如果是我 我会选择后者 因为价格上 并没有太大的接受不了 所以价格因素呢 也是我们很多人在考虑的 这是第二个理由 OK 第三个理由呢 也是比较现实 比较社会的 就是 在很早之前 苹果手机出现之后呢 很多人用苹果 是代表一种身份的象征 就是好像你用苹果手机的话 跟用其他品牌的手机 好像就不太一样 说明我用苹果好像很高端 但到现在 好像依旧还是这么个情况 苹果呢 在手机设备当中的这个地位啊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依旧是一种霸主 不可捍卫的程度 很多人在新机出来之后呢 说句心里话 有的时候手机真的是巨贵 贵到离谱 但是销量依旧是很高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 为什么这么贵 都有人赶紧把它买掉 买到没有货 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而之所以 我推荐大家买这个iPhone XS Max呢 是在2018年的苹果手机系列当中呢 如果你要玩身份 这是唯独的一款 你不可能把它相赚 但是呢 当你买到iPhone XS Max的时候 别人一眨眼不管你买的什么颜色 白色也好啊 深灰色也好 然后这个金色也好 一看就知道你买的是iPhone XS Max 2018款 在2018年的iPhone XS Max 是一个独具一格的一个标志 因为它就代表着新的手机 如果你买iPhone XS 跟你iPhone X呢 是没有差别的 外观上 除非你买金色 金色别人还要想 你是不是做了贴膜 你是不是做了一些外观上的改变 但是买iPhone XS Max 没有这一说 可以告诉别人 你很有可能 你买的是非常贵的那款 有可能就是最贵的那款 身份地位一下出来了 当然如果有人非要这么做的话 不一定能带来的都是好处啊 因为很多可能不太喜欢 诶 凭什么用的比我好 嫉妒心理哈 所以这东西呢 大家是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 但毕竟实话说 反过来啊 这个也是你买iPhone XS Max 确实是 让人一看你就买了新机 说白了就是 可以装一装 OK 下一个理由呢 就是双卡双待 我知道这个概念呢 如果放在这个以前呢 苹果确实在双卡双待上 做了非常的慢 来的太晚了 不可否认是 在2018年的两款手机当中 一款是iPhone XR 一款是iPhone XS Max 这两款是支持双卡双待的 实体卡呢 就是在中国特供的这个版本 所以 如果你想用苹果手机的同时 又支持双卡双待 我觉得 要么iPhone XS Max 要么iPhone XR 但我觉得如果是商务人士 这个颜色 还有这个格调 他们一定会 或者说我 一定会选择后者 一定会选择Max 因为 大气 屏幕大 又是双卡双待 我们工作 学习 两不误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而且体现身份 所以 再加上双卡双待 iPhone XS Max 让你别无选择 这个 没的办法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是很多人在去年开始吐噪 iPhone X的一个糟点 就是 电池续航在iPhone X上面 我不能说它表现非常的糟糕 但 确实表现不尽人如意 我在很多 这个场合呢 用iPhone X 经常我会因为感到 好像没有带充电宝 会觉得很紧张 我会很小心翼翼的 把这个手机呢 开成这个省电模式 因为它电池呢 如果你 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使用的频率的话 往往呢 坚持不了一天 坚持不了一天的手机 呃 个人来讲是不太合格的 iPhone X呢 正好就是 所有手机当中啊 在电池续航量上 表现比较差 我个人感觉啊 它不会说处理器费电 而是这块屏幕啊 有点费电 在iPhone XS和iPhone XS Max上呢 A12处理器 确实在这个效能上 进行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在今年发布会上的iPhone XS呢 要比上一年 iPhone X呢 在续航上呢 提升了半个小时 我觉得苹果发布会 把这个半小时拿出来说呢 有点寒碳啊 有点寒碳 说白了就没什么太大的提升 这个一天支持不到 那绝对不是半小时能够解决的 所以新款呢 iPhone XS 依旧在续航上 我觉得啊 应该是不尽人如意的 还是达不到很多人的要求 所以此时此刻 iPhone XS Max 要比它 多了一个半小时 这个一个半小时呢 就有说到了 我们都知道 iPhone 6 Plus iPhone 7 Plus 甚至iPhone 8 Plus 续电量是相当好的 尤其是iPhone 8 Plus 很多人愿意用它呢 续电量是占一个很大的因素的 如果大家说 在新的一代 你想真的是一天一冲 唯一的可能性呢 就是iPhone X Max 这个是 没有办法更改的 学的事实 虽然说 苹果在这个电池续航上 一直没有很大的提升 但主要是这块屏幕 确实看起来漂亮 没办法 所以 不得不买iPhone XS Max 如果你不想带充电器和充电宝的话 第六个理由呢 就是游戏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 如果大家之前 没有用过大屏手机的话 用惯小屏手机 你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在用iPhone X玩游戏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这个指头 虽然有点细啊 我属于瘦指头的手掌 可是我会发现 我好像用手指呢 挡住了很多我应该看到的区域 所以在游戏这个进行当中呢 因为画面所导致的同时 因为画面这个大小 我只能凑着非常近这么玩 有时候稍微远点 有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但是完全不一样大屏手机呢 玩起来就感觉 哇哟 你藏在哪里我都可以找到你 所以游戏体验呢 真的是差别很大 不仅仅是看电影 所以未来越来越多的游戏玩家来讲 iPhone XS Max一定是首选 玩游戏体验截然不同 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吃完之后 我相信你是不会再回到小屏手机的 如果你再用小屏手机 我觉得你一般玩的游戏大概是 我正前往最近发现的一个叫方可乐的小岛 这个小岛曾经有过文明 因此似乎很多贵重物品 哎呀太好了 这游戏 真的 很多人依旧不知道 苹果现在是全球最牛逼的游戏平台 当iPhone XS Max出来之后呢 有可能变成非常职业的游戏平台 很多人想不到 就这么恐怖 第七个理由 苹果XS Max将提供最好的 苹果有史以来 手机上最好的音质 当体积变大之后呢 它两个双扬声器的沉寂感 超于iPhone XS 高于iPhone XR 无庸置疑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些呢 我们按照历史的轨迹来推测 我一直觉得iPad Pro 12.9寸呢 要比10.9寸音质好得多 大 有大的好处 很多东西呢 它不能明日告诉你 所以为了更好的音质 一定要选iPhone XS Max 理由八 苹果XS Max 如果你开车的话 它将直接取代 iCarPlay 也就是说 你的车不需要有iCarPlay 因为它这个体积 这个大小 你正好携带的同时呢 放在前面去导航的话 绝对不会说 哎呦 怎么走 而我在用iPhone X 跑哪儿去了 我在用iPhone X的时候 屏幕确实不错 但是这个大小 5.8英寸呢 不足以让你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有的时候 在开车的时候会这样 瞅瞇一下眼睛 而它蓄电量 真的是有时候够呛 不得不充着电 然后再导着行 但是iPhone XS Max 一出来之后 解决了很多问题 尤其你不用再瞪眼睛了 或者挤眼睛 所以它将成为 你最好的导航先生 如果你开车的话 当然了 现在你 嗯 据说这个 骑共享单车 也是可以用手机导航的 所以 最好的导航工具出现 嗯哼 理由九 很多人是想不到的 你没有经验 你是不会清楚的 iPhone XS Max 我推测将会成为最佳 或者未来一两年之内 最好的直播手机 为什么这么讲呢 直播手机怎么了 我随便用我手机怎么着了 是吧 我三星的 华为随便用 但根据我的经验来说呢 无论是三星还是华为 用这种安卓手机 这个系统在直播的时候 画面是有很大的卡顿的 同时呢 要跟大家说的是 嗯 卡顿 屏幕再大 这个 使用体验是非常差的 而我在用iPhone直播的时候 卡顿非常小 然后呢 还有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音质 还有特别好的画面 但之前解决不了一个实际问题 就是屏幕大了之后呢 我们不需要在直播的时候 哎 摸摸大 说啥这是 说什么看不清 大屏幕呢 之后将一定会成为最好的直播工具 而这只是一点 另外 直播公司啊 或者说直播配件公司呢 它就特别青睐于 苹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软件优化做得特别好 可以呢 我手中这个麦克风 Blue Raspberry 它什么线 这条线呢 是Latening OK 只支持苹果 气不气人 然后同时呢 我另外一个麦克风 展示了很多次啊 说 说的 也是苹果的头 所以众多厂商 它知道 苹果东西啊 软件 在那个时候是很好的 所以在未来直播 越来越流行的这个日子里 苹果手机呢 当时无愧啊 依旧会成为这个最佳流行的直播手机 当我 绝对不是说其他的不好 只是说 没有苹果 这么好 再加上苹果的这个 超强的大屏幕 看字不用挤眼睛了 然后呢 续航也高了 是不是 再加上这个A12的处理器 超强的GPU 在直播过程当中 我保证你收到火箭 法拉利的时候 那个动画出来的时候 是很顺滑的 这是理由9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 最后一个理由 作为一个多年使用苹果手机的用户来说呢 其实如果说每一年都要换手机 在每一年我们看到新手机发布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最初的想法 而这个最初的想法呢 逐渐变成了所有人共同的想法 就好比说在iPhone 5出来之后呢 可能就 哇 手机拉长了 一定要买 然后5s出来之后 好像没什么变化 好像就不买 6一出来 哎哟 oh all new design 然后又完全变了 买 后来7 8出来之后呢 每个人都迷茫了 这是什么鬼啊 直到10出来之后呢 又是all new design 而今年的手机 一上 所有人一根筋啊 如果你每年都要用的话 当你用到iPhone 10的时候 新手机出来 我觉得不用我多说 真的不用我多说 如果你还要买手机的话 我觉得应该就是要买iPhone 10s max 它是一种传统 以上说的10个理由呢 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接受多少 都是我自己觉得在使用当中 一些经历和一些感悟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视频 不方点个赞 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意见 可以给我留言评论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在之后呢 也会有更多类似的视频 跟大家讨论 这个产品为什么要选 怎么好 怎么不好 我们来一起共同探讨 希望在之后的日子里 跟大家多多聊聊 这个科技方面的东西 同时呢 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